旅行是會上癮的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上支影片我們參觀完清水寺美麗的風紅 還沒看過的可以回頭看看這支影片喔 現在繼續跟我們一起京都腳踏車一日遊 短暫停留鴨川聽著殘殘流水聲 將剛剛買的糧食拿出來野餐 隨後跟著Google Map的指引 我們來到京都另一個賞豐盛地 日本最高市院南禪市 進入南禪市境內是免費的 除了南禪院 三門 方丈庭院 這些地方才需要購票入場 看著這2013年曾到訪的地方 搖身一變成火紅艷麗的景色時 心中不禁讚嘆 也太美了吧 現在就跟著我們的腳步去一探究竟吧 最後一口多的地方 咸也太美了 在肌仔的地方 是不可思議的 是不可思議的 判斷 那些洋蔓 放進去 把水 三門,又稱天下龍門,是日本三大門其中之一 也是日本三大門之首 登上三門,極有勸戒世人放下城市俗悟的寓意 三門的二樓,稱為五鳳閣,是需另外付費的 可以遠眺京都風景,但我們沒有特別上去參觀 一心被眼前美麗的風紅所吸引 美景如畫,一邊悠閒散步,一邊欣賞令人驚艷的絕境 男主招期,一邊寫著造物 男主招期,最平民的可嘗 男主招期,一邊寫著 女主招期,一邊遊玩 男主招期,一邊欣賞 男主招期,全一邊寫著 女主招期,一邊有餘 光要走完這段路就不太容易了 滿滿的賞風人潮 足足以此拍了又拍 想把此刻眼前所見的美景捕捉下來 當作日後回憶美好旅程的印記 石頭小船 喘口 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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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南城市的中心点 也是举办法律活动和官方追悼会的地方 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一百多年的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水路阁建于明治时代 是参考古罗马时代的水稻桥 当时利用水路阁将琵琶湖的湖水送往京都 使用高架红砖拱桥饮水通过南城市境内 据说建造当时遭到四方以破坏古都机关为由极力反对 现在反而成为南城市院内别具特色的著名景点 往上走摄游步道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排排水路阁 微风徐来凉意十足啊 就像高架固标签的顺利 在高架固标签取得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舍不得离开这梦幻般的美景 南蚕市腹地相当大,风数多达3000颗 在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是最佳的观赏时期 我们11月到访时,枫叶已经红的不像画 即使赏风人潮很多 参观起来也不会觉得太拥挤 有种惬意舒服的感觉 是不错的赏风景点,推荐! 参观完南蚕市又齐灰鸭穿 坐在这歇歇腿享受悠闲的黄昏时分 刚好看到一只可爱的柴犬在散步 真幸运! 缓了脚踏车走去新荆棘商店街逛逛 买了可爱的柴犬布 新荆棘商店街真的超好逛 零脑盲目的药妆店、纪念品店逛都逛不完 药妆店价差很大 要好好比较才能买得经济实惠 缺点是这里没有椅子可以坐着休息 逛到后面脚都走不动了 妈妈也喊着肚子饿 吃完晚餐就要跟京都说拜拜啰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